点燃鞭炮揭开感谢市府排除万难 急速完成 感谢台积电进驻设厂荣耀高雄的扣卸看板 高雄餐饮观光等业者 吸引台积电落脚高雄 我们是高雄30年的餐饮业 那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高雄真的需要这一些大型的投资案 然后到高雄来进驻 那带动我们高雄的经济繁荣 房地产 观光产业 旅宿业 餐饮业 全部都带动起来 我们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高兴 所以今天在举办这个仪式 非常的欢迎台积电 非常欢迎高科技各厂商来高雄投资设厂 台积电它能够进来 我想它是一个指标作用 一定会带动后面更多更多的投资进来 日前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 参加公园院院士受证典礼时被问及 台积电要去高雄设厂是否会跟进 他表示联发科跟台积电合作密切 如果合适会考虑 对此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大表欢迎 有需求当然就会带动设计 设计就会带动制造 晶圆制造然后封测 所以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生态系 所以对于像联发科这种 全球相当具有竞争力的这些厂商 我们也要向他们招手 但民众对此则是喜忧参半 因台积电要来担忧房地产飙高 年轻人会买不起房子 高雄市观光产业推动联盟总会副总会长郭子毅 一则表示应会正向发展 只要整个经济上来 我想大家包括薪资水准应该都能够很普遍的来提高 我想我相信这方面一定会有压力 不过我相信都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台积电宣布要进驻高雄 许多业者都看好台积电的进驻 表示期待能带动更多供应链进驻 让高雄更能进步发展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